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較早前 H&M曾經遭到了大陸當局約談 並且要求整改 而H&M亦願意積極配合 到底是甚麼事被約談 就是他們的官方網站上 存在著一張有問題的中國地圖 到底有甚麼問題呢 當局在那篇新聞稿內 就沒有很詳細 具體地說明 但是這件事本身 惹來了越南方面的非常不滿 很多越南網民紛紛走到網上 發起了抵制H&M的行動 第二宗消息 昨天 大陸就開始了一年三日的清明長假期 一去到假期 沒有事要做 當然要消費 誰不知 好壞不壞 微博上 風傳一條 的影片 就說 在Adidas的 阿門市 出現了 大排長龍的情況 爆發出報復式消費 看來罷買洋貨行動 都是有頭威 沒有美陣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H&M被約談這件事 為甚麼會引來越南方面的不滿 邏輯在哪裏呢 前天 H&M遭到了上海市當局的約談 並且要求整改 當局就認為 H&M的官方網站上 其中一張中國地圖 存在著一些問題 但是有甚麼問題呢 其實就沒有公開這樣說明 只不過就已經引來了很多人的猜想 其中一個方向就是認為 這張地圖上竟然間就沒有在南海的海域 畫那條九段線上去 這個說法只是其中一個方向 未被證實 而且在微博上 又流傳一張地圖 這張地圖正正就是人民日報所製作 在南海那裏有齊九段線 兩件事拼在一起 很多網民就認為 究竟 H&M是不是已經向大陸屈服了 要畫這條九段線上去的地圖上 其實這次H&M就是躺著也中槍 為甚麼呢 因為他由頭到尾都沒有就南海主權爭議 作任何的表態 只不過有部分的網民 自行地把所謂的有問題中國地圖 和九段線這兩件事串連起來 就走去質疑H&M已經向大陸跪低了 所以現在事情就不斷地鬧大了 在越南方面 就開始出現了抵制行動 事情鬧大了之後 H&M都是 雅子吃黃年 有虎自己知 因為他說任何一句說話 其實都會得失其中一方 這些正式是順德過程失數二 如果他們真的要把九段線畫上去地圖上 當然就會得失了很多越南消費者 因為越南一直都宣稱在南海有主權 如果不畫九段線上去 他們又會得罪大陸 所以他們現在就陷入了一個兩難 故此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所說 H&M就拒絕 就著配合整改問題中國地圖這件事 發表任何評論 這次他們就聰明了 一句說話都不說 一聲不出 務求等到整件事凋淡了就算了 因為他無論怎樣說都是死的 所以在這段時間裏 H&M都只能夠保持著忍耐和沉默 做著一段時間沙包 那些人打夠玩夠 自然就會離開 如果他們又抵不住 又出來說話的時候 就只會令到整件事不斷糾纏下去 沒言沒了 而且最終就是會得失了其中一邊的市場 現在越南方面的網民 如何評價 H&M 有人說 有必要去抵制 那些無視越南消費者感受 並且是侵犯 越南領土主權 完整的洋品牌 另外又有人說 H&M的做法是不符合國際法 明顯是要跟國際社會對著幹 所以越南的網民都會說這些話 不只是大陸的網民會說 總之你有你講他有他講的時候 H&M又會怎樣抉擇呢 暫時他們就不出聲 但是如果一度要選擇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就會向大陸跪低多一點 因為H&M在越南 全國都是只有12家門市 正式炒了也不夠一碟 所以作為一家跨國企業來講 到他真的要抉擇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選擇一個 大一點的市場 但是現在他們選擇是低調一點 不出聲 其實H&M這次也是學精了 因為上次他們無厘頭發表了一篇聲明 但是又不是向大陸的消費者道歉 就已經令到他們自己再燃燒了一次的火頭 所以這次索性不說話 因為反正他們怎麼說都被人針對 就算他們怎樣來向大陸的小粉紅 妥協也好 他都可以說你的道歉是沒有誠意 他當然有方法可以繼續針對你下去 你越弱勢的話 他就越針對你 好了 現在這件事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先聲 我認為 去到最終極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 跨國企業 這些所謂洋品牌 他都要作出一個抉擇 就是變成要在 中國市場和西方市場當中 自己來選擇 究竟要哪一邊 這次的二和團式罷馬洋貨行動 背後有沒有官方的手影 大家自行判斷 華春瑩就說 不是官方指使 策動或者是要求的 無論怎樣也好 大家看到的就是 H&M 擺明就是被人拿出來針對的品牌 而且又被當局來 約談 要求整改 而H&M 雖然他不在聲明當中道歉 但是他是配合整改的 換言之 他某程度上 已經妥協了 這次H&M的妥協引來越南方面的不滿 以及想發動抵制 至於往後又怎樣 如果有些品牌 他們跪下了 向大陸當局 已經交了投名狀 說要繼續使用新疆棉花 到底這些品牌 他們在外國 在西方的市場 又會不會遭到 當地的消費者 或者是國際的投資者 所升土或者是抵制 再這樣走下去的時候 其實那些品牌 他無可避免地都要作出一個抉擇 因為整個地球基本上就是越來越兩極化 一極就是走向所謂的民主陣營 另一極就是走向所謂的 專制的陣營 如果下一次大陸又用一些經濟手段 去對付這些所謂的洋品牌的時候 到底他們會怎樣選擇呢 他們會選擇擁抱大陸 還是擁抱西方市場 到最後 他們都無可避免要作出這個抉擇 當然在作出這個抉擇之前 他們一定是會趁著這個機會 找得多少就得多少 好了 接下來我們又去看看 另一個在大陸 曾經是遭受到抵制的品牌 就是Adidas 在昨天 大陸就開始了一連三日的清明長假期 很多人去了外出消費 當然不少得去那些洋品牌的門店 那裏消費 那頭才說要抵制洋貨 這頭 很多洋品牌的門店 都已經是大排長龍 出現了報復式消費的熱潮 在上個星期 Nike曾經在線上的網購 和線下的實體門店 都發動了減價促銷的手段 於是引來了很多大陸人 走去消費 現在Adidas似乎是照版主玩 根據大陸的微博 叫做守護千里眼所拍到的一段 影片的顯示 在河北的石家莊 Adidas專門店外邊大排長龍 很多人就等候 進去店裡選擇貨品消費 這個片段就得到了很多大陸的網民的轉發 所以這段影片一定是真的 守護 在大陸都叫他出名 所以不是流 當然除了Adidas有人排隊之外 旁邊那間的李寧店 都一樣是擠滿了客人的 所以 無論是洋品牌也好 國產品牌也好 一樣都是門庭若市的 但是明明說要抵制洋品牌 現在只是起碼來講 這個抵制行動就不多成功了 那麼多人走去消費 照買的 當然最笨實的就是陳奕迅 人家聘請你做這個 終身的全球代言人 這麼看得起你 我相信那塊錢也應該不小 不是說違約金 是說請他去代言那筆的費用 現在這個終身製的鐵飯碗 竟然間自己打爛了 而且他打爛的不單止是Adidas這個飯碗 將來有任何的跨國品牌如果要找代言人的時候 他首選一定不會選陳奕迅 這個人 原來 他有什麼事件的時候 他是會率先割蓄的 是會單方面跟你解約的 就算你怎樣後代他也好 他也不會喝水思源 不會感恩徒步 會反轉豬肚 市民你作為一家洋品牌的市場部主管 你夠不夠膽建議你的老闆去請這些人 自己也想埋身 建議這樣的人去幫自己的品牌代言 現在那些人是主要去買的 而且是報復式消費的 因為我就看到在那段片裏 那個Adidas有一個很大的宣傳 Banner出來 寫著最低五折 即是又用回這個減價促銷的手段 這招可以說是萬事萬靈的 你說抵制都沒有用 總之他一說減價 這些全球都享負盛名的品牌 有誰不喜歡才行 而且在近年 原來有很多這些洋品牌所推出的波鞋 又出限量版 一會有特別版 很多買來是炒的 就算你說不要說減價 有些限量版原價賣給你 我想很多人都會反應 因為他買完之後 他可以一轉手又賺錢 這些市場決定了一切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